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你先把你个人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是马来西亚人过来的 特别过来买 对对对 我是马来西亚佛光文化 那这次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蔬食展 我们这次是因人间福报的邀请 特地从马来西亚过来 来介绍马来西亚的一些传统的蔬食 所以你们带什么东西来 我们这次带了 相信很多台湾人都认识的 素的肉骨茶 然后还有这一次 我们在马来西亚最近都在 推得非常好的 就是这一种所谓的方便包 它就是已经煮好了 煮好了之后呢 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吃了 各种蔬食都有 肉骨茶以外呢 我们这个叫人当素羊肉 人当就是咖喱 它跟一般的咖喱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马来西亚当地的香料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非常浓郁的咖喱味以外呢 还有那个香料的香味 还有各种马来西亚的产品 文冬姜的猴头菇 文冬姜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种山上的姜 它特别辛辣而且很香 而且有这个保健的功能 当然还有一些 大家很熟悉的产品 像这个姜黄树 姜黄一般大家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 还有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很受欢迎 还有这一个 相信台湾人比较没有听过的 叫腐鲁汁 腐鲁呢 它是一种磷之类 它是在热带雨林生产的一种 磷之类 腐鲁汁 但是呢 我们这种是人工培植的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增强免疫力 当然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东腊酱 这个南洋风味的东腊酱 这些都是我们为了支持这个活动 特地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一些蔬食产品 所以这个蔬食的这个开发 是不是比那个正统的所谓的荤食 是比较困难对不对 就是还要做到一些肉的一些口感 蔬食的开发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我吃素还要放什么肉骨茶 又有个肉味 然后又有这个树猪脚处 有这个猪味这样子 其实这个都是为了迎合大众的一个口味 并没有说它真的是要制造出那个荤食的味道 其实这些蔬食也是很健康的 像这个树羊肉呢 它其实它的这个都是东菇做的 但是它是为了配合大家认识这样东西 所以我总不能说这个叫树面粉或者是树菇 这个就不够大众化了 所以我们为了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口味和口感 所以用这样子的名字 就是为了口味的变化 并不是为了完全去模仿 对对对对 最后把佛光文化介绍一下好不好 马来西亚佛光文化呢 它其实也是在佛光山旗下的一个文化单位 我们主要的出版呢 就是浦门杂志 浦门杂志是幸运大师50年前在台湾开始发行的一本杂志 后来呢浦门杂志就到马来西亚 现在在马来西亚也20多年了 然后现在在台湾就是人间福报 就是以报纸的方式来弘扬佛法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我们佛光山的一个四大宗旨之一 而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以文化弘扬佛法的方式呢 就是出版杂志还有当然有出版很多关于心盈大师的书籍 还有我们一些像我们的主持绝尘法师 他也有他自己的书本 然后还有帮一些知名的作家或者是一些 像我们有一本书叫虚弥历子 他是我们马来西亚优方达教授 就是拉曼大学的校长 他用科学和佛教来共同研究出一个佛法的原理的一本书 这些都是我们的出版品 就是报导采访还有出版就对了 对对 那你个人的工作是什么 我个人的工作就是市场的推广 以文化的推广 就是除了做推广我们也有做活动 办活动 办活动 主办各种的一些文化活动在马来西亚当地 当然像这类的活动 我们也是为了支持我们佛光山来到台湾来推广素食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以素食来推广文化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们还要海外推广就对了 对对 我们除了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台湾 因为在全世界佛光山有200多家道场 当然我们也会去到一些其他的国家去做推广 那来到台湾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啊 佛光山的发源地 对对 来到台湾就感觉到这里非常的亲切 我们的佛光世界佛光人都没有感觉离乡背景 都感觉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那你们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区为主吗 就是推广是华文吗 对我们马来西亚像我这边有一位朋友 他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他在台大读硕士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你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你会讲中文呢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裔呢 跟其他东南亚国家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受中文教育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我们懂中文 我们城市有很多出名的在台湾蛮出名的作家 像李子舒 他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 当贵姓 所以你们很自然就双语就对 对对我们不只双语 马来西亚人基本上最少要懂四种语 参四种语言 还有哪一些 还有我们像我们本身是中文 还有我们的马来语 然后英语 然后还有我们本身的母语 像我是客家人 我就要懂客家语 对然后我们时常看港剧 所以我们懂广东话 然后闽南语呢 像我我就不会讲 但是会听一些这样子 就多元文化 对对对 好谢谢 谢谢